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覺得我們慶祝的方式 會不會隨之年齡改變 為什麼 這個問題 不曉得他有沒有在聽 Iris 有在聽嗎 我通常是幫別人慶祝 當你要策劃一個慶祝會的時候 你要想你 要參加的人 譬如說明天晚上我們皇家有個聚會 其中一個成員就是TGF的前會長 皇家倫 家倫今天生日 所以今天一早 保羅先生在TGF群組就先寫了一個訊息 祝家倫生日快樂 其實我看到Paul主動的寫家倫生日快樂 我真的非常的感動 謝謝Paul 謝謝 像明天的皇家的聚會 我一定會準備蛋糕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蛋糕 因為明天有兩個小朋友 所以我的蛋糕就是我為了小朋友 我會去找一個卡通造型的蛋糕 那大人的部分就是普通的 是我喜歡的橘子蛋糕 所以說今天我們要舉行一個 別出心裁的慶祝活動 我通常還會做一些遊戲 就讓大家有驚喜有彩蛋 可是當你要做這些活動的前提是 你必須要非常了解每一個參與者 你要知道他喜歡什麼 所以剛剛第一個問題 就是如何要有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慶祝 就像Mark說的 你必須要有一個訊息的傳遞 所以下個星期是TGM的生日 我不知道我們非常了不起的幹部團隊會準備怎樣的生日會議 那當然會有蛋糕 好 期待大家的期待 其實先加穩 謝謝